我覺得情況不只是習思想要到香港 其實現在香港整個統治團隊 都是跟習思想緊逼相連 我覺得重點是在於說 中共有一個計畫 第一個要掀起一場出風暴雨式的文革的運動 讓香港完全被收遍在紅色中國當中 我覺得這個才是它真正的用心 你看到很多香港民主派的人士 還有那個倡議者 基本上要嘛被骨貴被羈押被囚禁被審判 要嘛就是流亡到世界各地 但是你看到說在民間社會上 對那個反共的那種意志還是非常堅決的 在這麼堅決的意志底下 我們更加看得到中共是耐不住 它希望收遍 所以發動起一系列的東西 我們上一次有講到公共圖書館 圖書館圖書下架的事情 也講到尊子的漫畫在明報就是絕跡的事情 那最近也發生國泰航空 那國泰航空是那個非常大的一個航空公司嘛 那是因為說那後面的悄悄話被人偷錄 那就把它弄成是語言或族群的矛盾 那是非常的要不得 那另外是一個器官捐贈的問題 那器官捐贈的問題 大家看得到 那個是針對香港人的器官有可能會被弄到中國去 那這個情況是說先香港沒有了 那就可以送中了 就是所謂的 中共跟香港之間要所謂的這種器官共享機制 但因為大家很擔心 中共那個器官的倫理問題 有很多活摘器官的問題 沒錯 所以擔心香港可能會出什麼狀況 對 死球活摘 很多事情都會發生在中國 所以你看得到中國大陸的問題 香港不放心嘛 那再加上移民的人口越來越多 很多都主動會取消 這是理所當然 但是它棒打 包括大紀元 包括自由亞洲電台等媒體 是利用一個機會來去壓其他要打的對象 其實都是製造一個藉口來去打壓不同的團體 其實這套手法台灣要注意 其實說即便說 那昨天香港不會變成明天台灣 我也相信不會 但是它用那個銳實力的滲透 還有那個灰色地帶衝突 就是用這套方式 它打這個東西是目的是要繞過去打B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很有警覺性 那另外還有一個重點是公務員交流計劃 送香港員的公務員到中國去那個交流 那贊助在那個地方 那從以前的那個四個禮拜 到現在延長到三個月 那這個地方都要學習什麼鄉村政信建設之類的 都是變一些謊言給他們知道 所以這個洗腦 而且那個哈佛已經拒絕被香港政府保送的政務官 所以現在政務官AO 他們是文官體系重要的部分 現在都不可能到外國去禁修了 另外器官移植 那如果說器官移植這麼好 器官捐贈這麼好 都是自願的嘛 都是無償的嘛 那為什麼現在那些特首啦 司長啦 局長問他們說你們有捐贈嗎 他們沒有一個人回答 拒絕回答任何問題 那他們為什麼不捐呢 那這個是一個他們的問題啊 工程師 明明中國大陸的那個整個機制還有品質 跟香港的資歷還有學習那一套方法完全不一樣 但是卻可以互相認證彼此的資格 哇 誇進職業 所以香港現在他要做的地方是 鄭永年 剛剛你講到 那個習近平國師講到的二次回歸 因為在鄭永年講到的是 香港是主權回歸了 但是治權沒有回歸 他覺得說要把中國 中共整個法律制度 要把它壓在香港的頭上 所以現在看得到這個是一個大災難的開始 那講到鄭永年呢 他是現在進入的那個叫特首政策組 那特首政策組以前在1989年之後 有中央政策組是圍繞在港都的旁邊嘛 97年之後也繼續有個中央政策組 什麼地下黨員啊 或者是親共的人士 媚共的人士加入到中央政策組 去幫助這個特首 其實有兩個目的 這些人是盯著這個特首的 你不要以為是出謀憲策 監軍 監軍 基本上是打小報告 那這個方法 我覺得是共產黨是在97年後 很多地方都在用 那你去過朝鮮或者北韓去旅遊 你知道說一個司機旁邊會有一個導遊 後面還有一個看司機的人 黨委之類的 對 都是互相監督 互相舉報的 所以這一個所謂的特首政策組 有第一個目的 監督特首 第二個事情是等於國子間 大家就成為缺貧重選的那些被統戰對象 那你進入到榮光滿面 覺得說是那個天子門生 有這樣的感覺 這些人 五十六個人 有在商界的 比方說 橫帝的李嘉誠 信帝的郭基輝 還有那個騰訊的燙道生等等 也有一些經濟以外 社會的也有 還有更重要的研究政策 研究政策找了一個非常重量級的人物 叫做鄭永年 還有其他人 鄭永年是何許人也 他是習近平的馬屁精 簡單來講是這樣 他是在新加坡國立大學 當時東亞所性騷擾兩個職員 這個事情是生效成傷 沒有人在追究 因為為什麼 他寫了很多書 幫中共去拍馬屁 他反對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 扶山的歷史終結論 他寫的書是專門是針對普世價值 覺得世界上最大的亂源 就是四個大字叫普世價值 他說普世價值是侵略性的政治口號 然後他說 寫了一本書叫中國模式經驗與挑戰 這本書是說 民主制不一定是普選 在我們理解中 普選是民主制的必要成分 那他覺得說 民主制不一定是普選 就是說開放的一黨制 就看看習近平弄了多少個領導小組 開放多少人去那邊 內部多元競爭 所以他希望這一種情況是 民主又集中是最好的 所以他叫開放的一黨制 他有一本書叫做 未來三十年 這個更誇張 毛澤東的三十年呢 是分裂和混亂國家的整合 鄧小平三十年是經濟發展跟建設 那他的三十年 這習近平的三十年 所以三十年就還有連任五次 起碼 那你看得到 習近平是有社會跟制度理論 形成的那個特色管理 所以他整個東西是幫習近平來拍馬屁的 他具體的作風 第一個2019年提出二次回歸再造香港的觀念 影響到習近平的決策 2020年參與這個叫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 成為北京的核心的智囊一部分 之後呢 他更誇張 要把清華大學改名為習近平大學 提出要把所有三十七個中國核心的專業的大學 廣設習近平研究的學院 還有一個點 你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父他提名 要把他按到習近平的頭上 連毛澤東都不是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父就是習近平 用這樣的馬屁來這樣子橫行下去 你看到這個人是何許人言 2022年他接受那個鳳凰衛視的訪問 他說中國要與世界接軌 中國城市首先要與香港的規則接軌 香港的責任跟能力非常重要 講出來好像人出無害 但意思是說要利用香港來達成的三個目標 因為他今年3月26號開始講了一個重點 講的是罵好像講中國的壞話 實際上是想救中共 他想怎麼樣 中國正處於技術紅利消耗殆盡的邊緣 陷入中等技術陷阱 大家知道中共常常講中等收入陷阱 他改頭換面叫中等技術陷阱 他說經濟增長 因為外國給的是次等的技術給中國 優等的技術留在美國或者歐盟 所以他希望通通拉進來 不拉進來的話經濟成長不行 要嘛拉進來要嘛自主研發 但自主研發就是偷轟搶片的代名詞而已 所以你看得到他希望利用香港 他一個白手套 他開中民意的希望香港能利用大學 能用企業還有金融體系 就是產官學 三塊能夠做好一個真正的 那個幫助國家發展的地方 就是白手套 所以無論金融跟那個科技所候 香港可能是一個中共的突破口 大家要注意 所以我覺得全世界一定要注意 內除共諜 外抗中共 也聯合全世界各個國家來做好 台灣尤其不能成為 類似香港這種白手套的角色 所以我們更加要把我們國家裡面 一些毒素能夠排除 能夠好好把國家安全守衛好 這是非常重要 不要陷入跟香港同樣的命運 我們要留意 我們要和你做好 都要化一下 這些能力 我們要在香港 我們要請前一大學 我們要講一大學 對幕 faj人 你也請教他們